明明買的是皮革保養液 只是奇怪 味道不但難聞 噴在物品上還會掉色 撕開標籤一看 竟然是冷烤噴漆 會覺得很刺鼻 然後眼睛其實很不舒服 對我們的一些相關的 不管是沙發 或是我們的名牌包 都是有傷害的 王小姐相當不滿 明明是同一種產品 卻換上了不同標籤 假裝另外一種商品販售 兩者比一比 一邊是皮革保養液 標示義大利進口 一邊是冷烤噴漆 則是台灣產品 兩邊價格差了四倍 產品根本標示不實 噴漆上面的注意事項 跟皮革保養液上面 其實完全是不同的 它其實讓我們這些消費者 不知情的消費者買起來 其實有很大暴露的風險 兩種產品用途不同 讓王小姐質疑 皮西厚沒有在商品 還有廠商上 做任何的把關 皮西厚那邊有出貨出錯之類的 噴漆廠商表示他們都是直接出貨給 皮西厚到底是誰換上了標籤 皮西厚則是回應王小姐說 會把商品下架 並會聯絡皮革廠商 來瞭解狀況 面對商品不實 違背了商標標示法 以行政法可以開罰廠商 而消費者使用上有問題 也可以求償 買來保養液 原本是要來保養名牌包包 沒想到卻買到了不同商品 讓包包損壞 有有臭味 王小姐希望皮西厚 查明原因之後 能夠給個交代 記者何孟謙 陳偉鈞 新竹報導 不可動